安氏全书 万善千资集 卷一 因果劝 下 劝求子者 戒牛玉子 出自护生路 京师有一位男子 名叫翟杰 都已经年过半百了 妻下却还没有一儿半女 他跟妻子为了此事伤透了脑筋 最后想出一个办法 请人画了一张观音大事圣像 供奉在家里头 每天烧香祭拜 向菩萨祷告 希望可以赶快生出儿子 延续翟家的血脉 过了不久 翟杰的妻子果然怀孕 正当家中众人为这专喜事欢欣鼓舞的时候 翟琪突然做了一个不祥的梦 梦里头有位白衣妇人手里抱着孩子 做事要送给翟琪 但是 当她想伸手接过孩子时 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好几头牛 将她与妇人层层阻隔 几个月后 翟琪平安产下一个儿子 但是刚过满月 孩子就不幸夭折了 失望的翟琪与妻子 只好再次向观音大事日日祷告 有人听说了翟琪与妻子求子的经过 就问她 我知道你平常很爱吃牛肉 而尊夫人先前又出现那样的梦境 您想想 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联呢 这番中肯的言论 让翟琪大梦初醒 她立刻改调恶习 带领全家人介食牛肉 不久后 翟琪又梦到白衣妇人 不过 这一次少了牛群的阻碍 她从妇人手中顺利接过孩子 满怀欣喜地醒了过来 而他们之后所产下的这一个孩子 果然平安长大 暗 翟琪梦中的白衣妇人 其实就是她们每天所礼拜的观音大事 画现妇女生来度她们一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